嗨大家好我是小微 今天的话想跟大家推荐一些文化产品 一个播客 三本书还有一部电影 都是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的 想推荐给大家 首先是一个播客 这个播客呢就是我最喜欢的播客 不丧的女主播 好小气 好博士 真的是博士了 最近呢单飞不解散 跟另外一个女生叫Francis 两个女生开的一个新播客 一人有一个 然后这个播客呢目前是推出了四期 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这个播客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一人有一个嘛 每期呢就是这两个女生 会一人提出一个自己最近的想法啦 观点啦或者推荐啦 是一个一点都不干货的 非常闲聊兴致的播客 我很喜欢就是把播客 连在家里的音箱上然后放嘛 在房间里听着两个女生 在叽叽喳喳的你一句我一句的聊天 有点像跟好朋友在一起 吃吃喝喝聊聊天那种 然后我目前最喜欢的一期是他们的吐槽 也不是吐槽吧就是是他们听他们两个人聊 小红书小红书发现的那一期 里面也讲出了很多我自己观察到的小红书的一些现象 虽然我也有小红书账号啦 但是我真的很少去刷 因为我觉得每次刷小红书的时候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焦虑 他们两个在讨论这个现象非常非常有趣 我也想把这个新播客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是三本书 首先我想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是2010年加拿大一个很有名的案子 一个女儿故凶杀害了自己父母两个人 故事呢就由一个加拿大记者把她写成了一本书 她有中一本中一本是叫别人家的孩子 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喜欢研究犯罪心理的 很喜欢关注那种家庭类的凶杀案嘛 特别是看起来非常平静非常朴实的一家人 这个Jennifer Pan的故事呢也是发生在家庭当中 这是一对越南的夫妻 虽然是越南移民到加拿大的 但是你可以看他们的名字嘛 他们姓潘对吧 然后在家里呢是会讲越南话和广东话都会讲的 所以这个故事呢广义一点 有点像一个亚裔移民的 在西方国家当中依然秉承着那种非常非常传统的 东方的价值观在教育孩子的 Jennifer Pan在小学期间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小孩 他每天呢就按照他父母的期望 每天都连轴转 又要学欢仰溜冰 又要学钢琴 还有非常沉重的这种课业负担 他都应付的很好 钢琴弹的很好 溜冰溜的非常棒 都是那种竞赛级别了 自身的学业也非常出色 他的老师啊对他都是赞不绝口 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为什么会走到了顾凶杀亲的这一步 我并不是想为凶手开脱一些什么 每次我跟大家聊这方面的东西 都有人说啊你就是在为凶手讲话 不是这个意思 犯罪心理嘛 你想剖析他的犯罪心理 你就是要某种程度上站到他的立场上去看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 我是非常不同意那个作者说的 他认为Jennifer Pan有那个反社会的倾向 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Jennifer Pan 因为我也是属于小学的时候成绩非常好 然后到中学就不太行 可以理解他的这个落差 然后他为什么要瞒住他的父母 因为不想让父母感到失望 其实在他身上有那种非常非常沉重的担子的 我非常喜欢心理医生在后记当中 虽然这个心理医生没有见过Jennifer Pan 但是他通过了各种资料 在后记当中写了一篇对这个病人的剖析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参考价值 我觉得这本书适合每一个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那种东方式的家庭 尤其是非常适合移民家庭 然后第二本书也是今天非常想跟大家推荐的一本 是理想国出版的叫Squeez的 然后这本书不便宜 我是在豆瓣上用豆瓣阅读下单的 但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非常非常的值得 中文名是叫夹缝生存 就是不堪重负的中产阶级 就是作者一开篇就写了嘛 他说何谓中产阶级 这里的中产阶级可能有一个局限 他可能特指的 有指的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那种中产阶级 他说何谓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在大家的眼里 可能是可以轻松的按揭购买一套房子 有两个小孩 可能还会有一到两个宠物 每年还可以带全家老小出去旅游一趟 这是非常typical的 标准的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 给别人的印象那种图景 而现在中产阶级意味着什么 就我自己而言 虽然他的故事描写的是在美国的 可我自己非常能够理解他的意思 我在澳洲的话 如果按照阶级划分 也应该算是中产阶级 但对我这种中产阶级来说 中产阶级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没有办法拿到一分钱的福利 就是我目前生我女儿到现在吧 真的我没有拿过政府一分钱的福利 他给我发过牛奶精 后来还全部要回去了 还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避不掉一分钱的税 就是我们的收入实打实 就是每一分钱都要交税 没有办法避掉 哪怕那么一点点 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本书里说到的一些中产阶级的一些尴尬的图景 就像在写我本人一样 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 可以轻松的负担一个房子 可以每年带全家老小出去旅游一趟 只能说我们是中产阶级里混的比较不好的那种吧 所以这本书给我的感慨也是非常深的 它里面描写了很多个 大家都以为应该是中产阶级的那种家庭 包括有一些学历非常高的 比如说博士啊 在大学里做研究的那种青年研究者 还有一些其他的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上 但是呢稍微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下去的那种感觉 里面也剖析了为什么 明明是有一定的学历兢兢业的工作 那为什么会战战兢兢的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阶级滑坡 我知道我的屏幕前有很多是跟我一样 一样生活在悉尼啊 墨尔本啊 美国啊 就是跟我一样这种小家庭 我们也是从亚洲各个地方移民过来的 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 没有太多的家里的支持 不是那种富二代 完全是要靠自己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立足的话 你看这本书可能会更加有感触 第三本是我前天刚刚才看完的 而这本书我看了之后就哭了好多次 掉了好几次眼泪 这本书的名字叫东京贫困女子 假如说2021年你只让我推荐一本书的话 我就推荐这本东京贫困女子 我觉得所有的女神都应该看一下 因为之前我看过NHK的 NHK根据纪录片改变的就叫女性贫困吧 那本书很薄 我是在书店就把它翻完了 所以我在看这本东京贫困女子的时候 本来一开始还以为是跟NHK的女性贫困 是比较像的 这本东京贫困女子的记者 中村纯彦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良心的 男性的一个新闻从业者 真的我非常感谢她关注了这样一个话题 并且把它写成了这样一本书 大家不要以为贫困离你很远 尤其是女性 女性贫困其实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讲 最近我还看过一个ABC的就澳大利亚ABC的一个新闻纪时节目 叫Why Women Are Angry 我是跟我女儿一起看的 虽然她还有点似懂非懂 但是她也能感觉到为什么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的滑落到贫困的深渊 尤其是在东亚的社会体系下 中村纯彦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里面的很多女性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样 比如说早年家庭童年就过得很不幸 贫困的就代际相传了下去 有一部分是这个类型的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完全不是的 是那种童年生活很优渥的 甚至里面有一个女生说自己 当年由于她的父母都是泡沫经济那一代 所以非常有钱 她只要想要什么 第二天她的爸爸就会给她买什么 比如说她想弹钢琴 第二天家里就会出现一台钢琴 她本人也是非常勤奋 考上了很好的学校 是正儿八经的有一份雇佣制的工作 我不知道大家对日本社会了解多少 但据我所知日本社会目前你想找到一份 尤其是女生你想找到一份全职的雇佣的工作 是很难的 46%几的女性只能找到一份派遣制的工作 派遣制的工作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没有全职工作人员的高薪福利 什么都没有 你属于这种可能一两年签一次合同 有工作你就做 没有工作你就扫地回家 照这本书里面一个女生的说法 觉得自己是一个零件 并且是一个用后极器的零件 由于是那种派遣制 她在每一家公司都没有办法待很久 所以人际关系也非常非常的淡薄 说回来里面那个女生就是有一份这样的全职工作 她跟她的先生离婚之后 她还是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 那份工作年薪600万日元 她过得很好 并且她还把她的女儿送到了私立学校 之后由于她的父母都病逝了之后 她有一个有一点精神疾病的姐姐 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就给她打电话 让她成为她姐姐的那种看护人或者说监护人 其实这个时候她是可以说不的 因为她也是一个单亲妈妈 能维持现在的生活已经很不易了 但是她出于姐妹情深 她就扛下了这个重担 当了她姐姐的看护人和监护人 她的姐姐跟她的爸爸感情非常好 爸爸过世之后姐姐受了很大的刺激 然后精神方面疾病就发作的比较厉害 她的工作呢又没有办法让她长时间的请假 可她又要照顾她的姐姐当时就把她那份工作 全职工作辞掉了 她认为凭她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学历 有经验 她只要熬过眼前困难的这一关 让她姐姐病情平稳下来之后 她还能找到一份全职的工作的 因为当时她也有存款 她对此非常有信心 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 由于她把这份全职工作辞掉之后 她就再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份 跟原来薪水一样的工作了 打对折都找不到 然后她的姐姐呢 病情也一直没有好转 一直拖了三四年 但在三四年当中 她的500万日元的存款也用掉了 导致她的女儿都没有办法再去上 原来那个比较好的私立学校了 直接从一个中产 甚至中产有点以上的这样一个家庭吧 立刻滑入到了非常贫困的深渊 中村纯宴 她看到的非常多的例子就是 由于大部分女性都对家庭 有非常强的责任感 并且这位女士呢 也是那种非常正派的 非常正直的 非常有责任心的 她承担了很多政府 希望个人承担的那种义务 但没有享受到政府的任何一点帮助 正是因为这样 她滑入了贫困的深渊 牺牲了孩子的未来 而跟这个行程鲜明对比的是 在东京的另外一个平民区域吧 大部分生活的都是男性 每个月可以拿到政府的 14万日元的补贴 那里的大概住呢 一个月只要花到6万块钱 所以剩下来8万呢 都可以用在别的上面 他们过的是非常潇洒的 甚至在那个街区 大白天就会有人开始喝酒不工作 相对于这个 你再看看那些女性过的是怎么样的日子 她们越是兢兢业业的工作 越是得不到政府一分钱的帮助 我也看到了很多要教育女儿的地方 光是培养她是一个有责任心的 培养她好好学习 好好读书的 这些可能完全都是不够的 真的是不够的 镜头前如果你是一个有女儿的人 你想让你的女儿活得好 你真的可能要多培养她 做一个理直气壮的人 某种程度上 做一个有一点点自私的人 先顾到自己 最后呢 想跟大家推荐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我昨天才看完 但是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 有一点点接近 所以就想把它放到一起来讲 电影的名字呢 就叫浊水漂流 吴振宇在其中演的是 叫一个灰哥的角色 这位灰哥呢 在出狱之后重新回到了深水铺 跟他的另外几个街友 还是在一起露宿街头 但环境保护署吧 突然有一天也没有对他们做任何的通知 直接过来 就说要进行清扫 要把他们的东西全扔掉 而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垃圾 他明明就是灰哥的照片 还有他们的一些证件 比如说像回乡证啊 身份证啊这些 就被当垃圾一样 毫不客气的清扫掉了 给我的感觉啊 潜台词就是他们这些人都是垃圾 所以他们的证件也可以不当一回事 就当垃圾去扔掉 但是好在呢 还有一个社工愿意帮助他们 跟政府打官司讨回公道 最后政府相当于是输了 需要赔偿给他们 每人大概3000港币左右的钱 但是灰哥要求的呢 是要求一个道歉 始终没有得到 到最后也没有得到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导演 是非常非常克制的 他没有任何的去 刻意的让你掉眼泪啊 或者煽情啊等等 他没有去追究 就是这些人 为什么会露宿街头 其实你如果讲到为什么的话 应该是最容易获取大众的眼泪的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露宿街头的人 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就走到这一步 肯定是大家都不想的嘛 但是导演完全没有把镜头放在这个上面 仅仅是说他们已经成为了露宿者 他们如果已经成为露宿者的情况下 你能不能 他们不要你的同情 他们不需要你的所谓的理解 你能不能一样平等的对待他 就像他里面说的一句台词 露宿无罪 滋扰才是不对的 就是现在吧 现在每一个城市 都有那种中产阶级化的倾向 以前的城市可能都会保留着 一到两个那种平民区 让那些被生活抛下的人 至少还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 但现在呢 影片当中也讲了 随着深水铺也开始在 这个英文有一个专门的词的 叫什么 去造一些中产阶级的社区 让这些人在这个城市 再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落脚点 结合刚才跟大家提到的书 一个是Squiz的夹缝生存 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困境 还有一个东京贫困女子 到现在这部电影 浊水漂流 它其实就是一个 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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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滑坡的这样一个过程 你别以为是他们 他们也可能是我们 我觉得每一个人 真的不要把话说的那么满 有一些可能学历非常好 家境非常好的朋友 真的会以一种精英视角 来打量这个世界的 但其实你看 包括东京贫困女子当中 那个前外交官的夫人 都会落到这样一个境地 按照她的话说就是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完全不知道是为什么 只是滑坡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在近些年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那种 精英视角 越来越多的所谓的精致生活 都越来越有一种社会打耳闻的感觉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老乌老以及人之老 我们在照顾一些长者 senior的时候 我们想的是 我们也会有这一天 对吧 我们希望如果等我们老了的时候 也会被这个社会温柔的对待 而不是像垃圾一样把我们抛下 那其实是一样的 你对待一个穷困的贫困的人的时候 没有人希望自己掉到贫困线以下 没有人希望自己是一个homeless 我们在对待一个城市的 所谓的低端人口的时候 稍微带一点同理心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他们 他们随时随地会变成我们的 今天就是我所有的推荐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按一个赞 如果有其他想跟我讨论的发弹幕 或者留言都可以 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了 拜拜